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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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今天非常特別被受邀來 一間非常特殊的牙醫診所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我的Podcast 之前有跟這個 月庭口翹智慧醫療的院長曹浩衛醫師 跟他聊很多這個牙周病相關的知識 也是蠻多人都給 非常好的贈品 那今天受曹醫師的邀請 就來到他的診所 那在士林管理旁 大家看過去這個景色非常的漂亮 浮誇的診所 好 那今天不多說 我們去找一下曹醫師 然後跟他聊一下這個牙周病的一些 最新治療 以及我們到底要怎麼預防牙周病呢 Let's go 好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了診療室的外面 那我旁邊這一位相信之前如果有聽Podcast 一定對這一位醫師真的不陌生 不過大家大概沒有看過這個長相 因為畢竟是Podcast 就是這個 月庭智慧口腔醫療的院長曹浩衛醫師 那之前跟曹醫師聊過這個牙周病 也聊過牙周病相關的營養 對 那曹醫師你們的診所都那麼浮誇的嗎 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希望全台灣都有一口好牙的曹二威曹醫師 其實我們這邊也比較浮誇啦 是這邊的房東浮誇 我們就是藉著這個場地 然後讓大家紓壓一下心情 來這邊走走看看 再思考一下牙齒要怎麼治療 其實我覺得這個很好 因為大家看牙都會有點恐懼感 對 大家都會怕那咿咿咿咿咿 但有一個非常好的環境 基本上大家還是會比較願意前來 那我也聽說月庭其實有很多個部門 對 那曹醫師再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你們的牙周治療中心的這個特色是什麼 我們總共有9個部門啦 那9個部門喔 大概上就把這一口牙 從0歲到99歲都包了 那現在我們在做的事情 是由衛福部那邊統計出來的 大概有90%的民眾有牙周病 配合蛀牙這樣子合起來 是全台灣在健保申報的金額中第三名 他是2019年第三名 2020年第二名 他只輸洗腎 也就是說他使用量非常的高 所以是跟醫學一起比 對 全醫學的一起比 包含住院啦 在2020年喔 全台灣使用的人次是 1000 接近200萬人 2分之1的民眾使用過牙科的治療 而且平均一個人來3.06次 那他們來幹嘛呢 洗牙嘛 洗牙是預防的 但是很多是洗完牙 醫師跟他講 糟 你有牙周病了 那這個時候要怎麼辦 有很多種治療方法都很棒 因為治療方法其實在學理上都是可行的 但還有一種就是 有的民眾他時間很少 大部分牙周的治療會分幾個區域來做 他沒有時間跑兩三個月 那第二個呢 又合併糖尿病 有其他慢性病 狗病的概念 然後有些時候牙周病 又讓他吃東西不好藥 不論是治療前就不好藥 還是我剛治療完 牙癮有點不舒服嘛 也不好藥 偏偏那個時候需要營養來復原 所以我們就把營養師 然後呢 把這個好幾次的治療濃縮再一次 從素前的營養 樹中 舒眠 核併 雷射 雙生胺 還有我們的一些特殊的組合性的治療 因為這個太學理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合起來叫做 Lattes 拿鐵治療 英文叫Lattes 醫學界都很愛把很多的東西 你就要把它弄成一個很好記的名詞 大家就會把它記出 其實大家的記憶點會跟很多事有關 那麼亞洲病這個治療又跟身體健康也很有關係 所以我記得我讀了一些醫學的文獻 它有說亞洲病還會引發胃部的胃癌 食道癌 甚至還會引發更難控制的糖尿病 就是一個細菌搞得所有的身體都要跟它承擔這個共業 所以這是我們用亞洲健康中心來幫民眾治療的最原始的想法 因為之前Podcast也跟大家提醒過 其實因為等於是亞洲的細菌 它會造成全身一個慢性發炎的大陸 那現在其實我們人其實活到越老 越怕慢性發炎 它會引發很多所謂的代謝的問題 就像剛才講到糖尿病 就月庭的這個亞洲治療中心其實走在非常的前面 因為像剛剛講到什麼海奶雷射 對或者是就剛才講到那個PRF 對然後或者是就是剛剛有一些 幫助一些傷口修復的東西 這其實都算是這幾年來 其實越來越多文心 而且也算是真的是走在時代的尖端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治療方式這樣子 對 那曹醫師我有機會去看一下 你想要親身體驗嗎? 親身好啊 不過如果沒有問題就不用特別幫我做啦 就是吸個牙美白一下也不錯這樣子 不考慮試試看這麼多 有問題再做就好了 不然我也是很害怕 當然好希望我們待會兒燦爛哥嘴巴變我們開箱之後 一切都很好 不然就是不好的話我們就很多 來馬上幫他治療 OK 好 好 大家好 那剛剛曹醫師幫我做完了這個 整個洗牙跟美白的這個療程 那不得不說是真的不太會痛 太好 那這樣是不是我有點失敗 是不是應該要洗痛 技術非常的好這樣子 那曹醫師請教一下這一台是做什麼的 這一台我跟你說 我們一開始如果是嚴重的牙周病 我們會用這一個 然後把口腔牙齒跟牙齒的影像掃描進去 3D成像就對了 對3D建模然後他馬上就在螢幕上看到 讓牙醫師可以放大你牙齒跟牙肉22倍 22倍 22倍 然後在螢幕上告訴你哪個牙齒 哪個牙齒 他現在顏色跟他現在的這個型態 例如說牙齒是腫的 容易讓醫師看到 OK 好 那這個我知道 這就是我剛剛照的那個X光 那這個X光純粹是告訴醫師你牙齒的故事 你牙齒曾經做過什麼 現在牙周有沒有骨頭的變化 一個看牙齒牙肉一個唇看骨頭牙齒 然後這兩個都是靜止的 然後這個是會動的 這個又是幹嘛的 這個是電腦斷層 合併剛剛的這個3D建模的口內 這兩個合起來之後 就可以讓我們在洗牙 或者在治療牙周的過程中 追著你的牙齒跑 也就是我的眼睛看不到你的牙肉裡面 它可以 所以我們在治療器械放到牙肉裡面 它這個就跟著走進牙肉裡 告訴我們現在在牙肉地下幾層樓 那地下那一層樓有沒有放了這個以前堆積的家具 就是牙結石我們就可以把它拿掉 它等於有點像實時路況導航 只是地圖是你的骨頭牙齒 即時在做的時候即時監控 就是牙齒跟牙肉的狀況這樣 對 那這個也可以看到你的牙結石在哪裡 第一個當然是一定避免一些傷害 然後再也可以增加治療的一些精準 對 所以它有個名字叫AR 叫擴增實境 讓我們眼睛看得到 我們眼睛應該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這三個螢幕其實各個共用都不一樣 對 那又有幾台非常神奇的器械 那這一台就是這個 就是以前我們實驗室的離心機 這我知道 該不會是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之前講到那個 鹹漿蛋白這個叫PRF 那這個我們裡面的這個膠狀的物質 這個抽血以後 離心就可以分離出一個 蛋黃色的血漿蛋白 它是有彈性的 有點像保鮮膜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那個保鮮膜 覆蓋在你的牙齦上面 那那個是讓牙齦 有自己的血漿蛋白 它癒合會比較快 因為至少現在實證醫學是說 PRF跟PRP 好像骨科拿來打 膝蓋關節 那牙科是拿來敷在我們 因為我們牙周嘛 治療完會有點小傷口 就敷在傷口上 讓它不受外面的干擾 趕快好 幫助復原的一個角色 對 是的 那這一台呢 就是剛剛 有那個看到 有這一台 然後有一個那個探頭 對 這個關鍵 因為牙周病是 很多細菌的共業 他們就你知道 就是我跟你好 他跟他好 然後大家一起 就是go together 然後跑進牙肉裡面 作威作福 所以我們的關鍵就是要拿一個 那一群壞細菌怕的東西 那後來牙科有找到 是一種雷射 那有雷射呢 細菌就很容易吸收這個能量 然後就熱死了 所以它是殺菌的 所以雷射其實是照在細菌身上 對 有殺菌的功能 它就爆掉了 就有點中秋炭烤BBQ 但是BBQ的對象是細菌 那牙肉呢 就因為終於可以不要這些細菌了 就不會一直感染發炎了 了解 然後剛剛旁邊看到這一塊 這個也跟大家講一下 反正它是一種 我們人體算是必要的一個營養素 幫助傷口修復 對 那以前在醫院主要是 如果有一些化療的小朋友 有時候口腔黏膜破了 其實就會用這個東西去做補充 對 有時候口腔黏膜修復會比較順利 對 那牙科也會用這個東西 我們牙周病是 是牙科唯一慢性病 那牙周病治療 哇 全口 28顆牙齒 每一顆牙齒 寬度多是8個mm 創造出來的 三口表面積非常巨大 所以這個不讓病人這麼辛苦癒合 我們就會 配合這種像雙生胺 這種必須的營養品 協助它 口腔黏膜 趕快癒合 有點像PRF的概念 那PRF是一個鋪在外用的牙肉上 它是打進身體裡面 叫內服外用 想辦法 對想辦法讓傷口趕快好 然後減少病人的恢復期跟痛苦 了解喔 我現在看到一個 看到一個monitor 對 心電圖跟 醫院通常就是接心電圖跟血洋導線 對 那這個再一行 這診所又是做什麼 這一個叫 書眠鎮定麻醉 然後跟生理監測儀 因為全口的治療 你看28顆 嘴巴張開要可能要三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才能把它治療完 一直醒著太痛苦 張開治療三分鐘 你就可能說等一下 我今天投降了 那我們就透過鎮定書眠麻醉 監控它的 就請麻醉科醫師幫忙 然後醒來 我們治療好了 過程它沒有什麼記憶 也沒有什麼痛苦 嗯 所以就是一個 鎮定書眠之後 要裝了一個監測器 設立檢測 去確保安全性 今天你沒用到 希望不要用到 所以說有時候覺得 就是被書眠一下 就是睡一早好像也不錯啦 對 平常休息不夠 聽說可以補眠耶 喔 做完之後反而精神變好了 麻醉科醫師說 做完可以補眠 曹醫師你這麼累 要不要也書眠一下 我說不要 OK OK 那影片也到了尾聲 那請教一下曹醫師 因為我們終究要 盡量去預防亞洲病的發生 那像這個定期洗牙 當然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那曹醫師還有哪些方式 建議果仁去預防亞洲病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共同敵人是細菌 那細菌無孔不入 所以呢 第一個 細菌呢 需要營養 它才能夠繁衍後代 讓它餓死 是最高名的戰術 那既然要讓它餓死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不吃飯 我們自己就餓死了 對 餓死它最好的方法就是 真的不要讓它吃到飯 你吃完飯喔 一定至少早晚 至少要兩次 認真刷牙 刷牙的目的 就是讓它斷糧 但是因為刷牙 只能刷到70%左右的牙齒面積 還有30%呢 你用什麼牙收都沒辦法 那叫牙縫 所以牙縫一定要用牙線 至少用牙線棒 好好用牙線清乾淨 最差用牙線棒 那這樣子就可以把食物的殘垢 拿掉先餓死它 那但是呢 你知道一天只餓它兩次 細菌死不了 所以呢 還有中斷它的補給來源 只要是冷飲 有含糖的 或者有珍珠的 盡量用吸管 吸管呢 會讓這個液體 在口香停留的時間變得很短 而且吸管通常 大家不會只吸在嘴唇 會吸到中間 三分之一的口腔 所以一吸就往喉嚨去了 它在口腔中停下來的時間會少 但有些時候珍珠會咬 咬一咬沒關係 那吃完這些甜食 就喝個水 過一下水 不然是吃個無糖的 木糖醇的喉糖 然後它是標榜 可能是可以讓你的口水 快速分泌 趕快回到PH7 這個都是能夠讓細菌 實在是餓死 脹不大 那這樣子呢 大概就會得到一個蠻好的結果了 而且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 就用吸管科 可以減少在口腔的時間 這是兒童牙科 很常用的 就是因為你知道有些媽媽 就是受不了小朋友 就是一直抓東西一直吃啊 然後喝飲料 可樂最胖了 奶昔也很不錯這樣 那有時候媽媽就陷入那種天人交戰 天啊 這樣一直吃牙齒爛光光 所以我們就真的不行 妥協一下 用吸管 對啊你用口這樣喝 哇這下傷害大 所以的確用吸管是還蠻有幫助的 那當然是半年定期給牙醫師洗牙 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因為有些你就是清不到 那沒清到還是請牙醫師幫你吧 OK 那真的是非常感謝曹醫師跟我們 每次就是每次跟他見面 我都得到非常多牙周病相關的知識這樣子 那其實聽起來當然預防方式很多 大家要學起來 這樣可以盡量避免自己的牙醫去發炎 變成牙周病的狀況 那其實我們剛才也講到蠻多治療了 即使你已經有這樣的狀況 你的家人有這樣的狀況 其實目前治療也是越來越先進 各種多科Combine 多科合併的一個治療 其實都可以對牙周病 產生非常好的一個抑後 對可以非常好的一個治療成果 好的那我們非常感謝曹醫師 就是每次都給大家非常多的精闢的知識 好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你可以出動我的Podcast 我的方格子 那已經夠忙了新書 好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謝謝曹醫師 謝謝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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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來自拍攝 多多數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